第301章 猎人羽雄 中巴车开进市局 就有警察把人都接手过去 食堂中 一帮平时胃口很不错的老头老太太 此刻面对着眼前丰盛的菜肴 以及坐在另外一张桌旁 跟警校同学有说有笑 甩开膀子狂吃狂喝的孙平安 只感觉胃如嚼辣 如梗在喉 食不下咽 如坐针毡 如芒刺呗 这才几天啊 一帮曾经战场上的兵王 敌人眼中的杀神 一帮警队的专家及人物 罪犯眼中的克星 却被一个胖子 三番五次的啪啪打脸 黄强纠结了一下 低声道 要不我来和咱大孙子 比比文书基本功 黄强的老伴 狠狠地瞪了黄强一眼 不屑道 比文书基本功 比啥啊 写检讨吗 那咱大孙子确实不如你 你写检查多厉害啊 当初咱队里所有的检讨 都是你一手包办的 你经验多丰富啊 黄强尴尬地干咳了两声 不敢再说话了 老太太还视着老战友们 道 我想起来的笑话 一帮老头老太太 立马竖起耳朵 认真地听着 有个猎人去森林打猎 遇到了一头黑熊 经过一番搏斗后 猎人不敌黑熊 黑熊没杀死猎人 只是把猎人扒了 上了 放了 猎人捂着屁股回到家 养好伤 又进了森林 决定找黑熊一血前耻 报仇血恨 经过一番搏斗后 猎人再次被黑熊扒了 上了 放了 猎人养好伤 苦练后 再次进了森林 找黑熊报仇 这次更惨 还没等发现黑熊 就被黑熊给暗递上了 黑熊不耐烦地问道 你呀 到底是上山打猎的 还是送上门被干的 老太太一指正扶案大脚 大块朵一的孙平安 瞧 黑熊吃得多开心呀 一帮老头老太太的脸上 刚刚因为听了个笑话 而浮现出的笑容 就因为这一句话 凝固了 无名愤愤道 咱们要是认怂 回头不得被队长给笑死啊 我这趟出来执行任务 任务没完成 反倒是认了个个 我到底是来执行任务的 还是来认清的 众老头老太太哭笑不得 耿见证准备说些什么 高炳翔快步走进了食堂 四下一看 喜滋滋地快步走了过来 小高 啥喜事这么开心 从韩城市局局长位置 退下来的梁大爷问道 高炳翔先冲着前辈们 立正敬礼 然后才开口 各位前辈宝刀未老 不愧是警察总部的大顾问啊 银城三兄弟 这三个A级通缉犯 全都招了 不但把挂他们身上的案子 全都招了 还把几件失踪案 绑架杀人案给招了 还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也招了 他是专门给一房地产老板干脏活的 一千一大串 虽然那个抢孩子的犯罪嫌疑人 还在负于顽抗 但两伙人已经联系起来了 招供只是时间问题了 执行抓捕行动的耿剑 吴明等四个老头面面相去 他们很想大喊一声 那四个家伙 不是我们抓的呀 没招供的那个中年妇女 才是我们抓的呀 吴明郁闷 不敢置信道 招了 我们带人回来 才过去多久 有半个钟头 这种A级通缉犯 难道不知道自己犯的案子 会有怎样的严惩 就没有一点反抗 你们问啥 他们就打啥 就这么招了 高炳祥摇头道 没有 没有 吴明一口气还没输出来 就听到了高炳祥的下半句 负责审讯的警察 就是把人弄醒 根本就没来得及开口审问呢 对方就一五一十 老老实实地 把干过的所有违法犯罪的事情 给招了 好家伙 招供速度那叫一个快 就跟屁股后面被狼撵着一样 四个拳这样 耿剑惊讶道 高炳祥用力点头道 四个拳这样 吴明一口气没上来 险些憋晕过去 当然 也有可能是休晕的 孙平安 耿剑冲着孙平安 招手喊道 孙平安放下筷子 起身跑了过来 耿爷爷 您想吃啥 随便吩咐 我这就去给您买来 你抓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都招了 没有任何抵抗就招了 这是你在他们身上动了手脚吧 孙平安也没隐瞒 点头承认 我除了警察之外 还是个医生啊 所以 在放翻那四个家伙之后 顺手就用针灸术 给他们来了几下 效果就是 在他们昏迷的时候 让他们误认为 自己进入了十八层地狱 正在经历种种酷刑的严刑拷打 当他们醒来的时候 会误认为 自己被带到了严望爷面前 老实交代 还能给个痛快 要是继续负于顽抗 那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孙平安没说实话 他用的并不是针灸术 而是用点穴术 令四人在昏迷中 感受到剧烈的疼痛 没有人唤醒的话 根本醒不过来 仿佛堕入无边痛苦之中 永远不会结束 再服以催眠术 也可以说是精神暗示 就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了 毕竟 越是这种做尽坏事的恶徒 就越相信死后会下地狱 要不然 你以为那些道上的大佬 在洗白后 为啥要拼命做好事 做慈善 那是再给自己赎罪 基因得呢 一帮老头老太太 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几个人快步走了进来 都不用找 毕竟一二百多斤 穿着变装的胖子 在一堆穿着警服的警察当中 实在是太醒目了 高局 各位前辈好 高炳祥看到派大兴伸出右手 连忙也伸出右手 准备握手 结果 派大兴和高炳祥擦肩而过 一把握住了 孙平安的胖手 小孙 谢谢你帮我们抓住了 那个毒贩子 还当场缴获了大量毒品 那小子为了戴罪立功 保住自己的狗命 全都招了 昨晚 我们的雷霆行动 圆满成功 把寒城最大的毒品线 一网打尽 派大队 你们这是 刚回来 孙平安看着风尘仆仆 眼睛里带着血丝 却精神奕奕 神采飞扬的派大兴 问道 嗯 派大兴点头道 刚回来 我寻思着 先跟你报个写 回头写报告的时候 你的功劳绝对不会被埋没 一个三等功 绝对没跑 一帮老头老太太 全都精了 大下禁毒力度全世界第一 所以 在行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 一个三等功妥妥的 问题是 这是啥时候的事啊 他们和这小胖子 朝夕相处啊 他们咋就不知道 这小胖子 啥时候又立功了呀 高炳祥连忙跟各位前辈 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昨天发生在菜市场的抓捕行动 一帮老头老太太 这老脸被打得 生疼啊 第302章 考察评级 优秀 一帮老头老太太 郁闷的脸疼 而孙平安 是愁得脑壳疼 又立功 他想打击犯罪 可不想立功啊 关键是 他现在和辅警比起来 就多了个编制而已 这样无可向了呀 那啥 派大队 我就是顺手帮了的小忙而已 上行动报告 是为了程序完整 功劳都是你们的 跟我可没关系 这可不行 功就是功 要不是你 派大兴耿着脖子道 结果却被孙平安打断了 派大队 如果你想感谢我的话 就别给我请功 这样 我记得市局斜对面的美食街 有一家老流头卤味 他家糊的肘子贼好吃 请我吃十个他家的糊肘子 就当是对我立功的奖赏了 这 派大兴纠结不已 孙平安笑道 可不是我一个人要吃啊 这帮爷爷奶奶 大爷大妈 年纪大了 牙口不好 他家的糊肘子 肥而不腻 软烂入味 给爷爷奶奶 大爷大妈们下饭 正合适 再说了 派大队 我想出外情 不想做办公室啊 派大兴这才明白过来 深深地看了孙平安一眼 笑着点头道 好 小王小李 你们跑个腿 去老流头卤味 买十个大肘子回来 是 很快 十个大肘子被买来 放在了老头老太太面前的桌上 派大兴和孙平安握手 道别离去 爷爷奶奶 大爷大妈 你们先吃着 不用担心浪费 吃剩的 都是我的 一帮老头老太太对视一眼 耿剑腾一下站了起来 一帮老头老太太 也紧随其后 猛地起身 瞪着眼珠子 缓缓向着孙平安靠近 孙平安傻了 啥情况 这是恼羞成怒 气急败话呀 孙平安很无奈 也很干脆地双手抱头 往地上一蹲 先说好 我是靠脸吃饭的 不许打脸啊 一帮老头老太太对视一眼 都欣慰地笑了起来 耿剑走到孙平安面前 伸手在孙平安脑袋上揉了一把 又用力按了一下孙平安的肩膀 差点把孙平安给按得一屁股坐地上 孙平安 你很不错 继续保持 我看好你哦 耿剑后退 黄墙补位 同样在孙平安的脑袋上揉了一把 又在孙平安肩膀上 用力按了一下 保持本心 继续加油 然后换人 无名最后一个来到了孙平安的面前 神色复杂地看着仰着头 一脸猛逼的孙平安 伸手在孙平安的胖脸上掐了一把 回头给你送几个人过来 你帮着带带 你那手隐藏的绝活 别藏着掖着 哥 也走了 孙平安 这小老头咋还没忘记这一茬呢 耿剑等人带着雄心壮志而来 虽然郁闷 也算是满意而去 队长后继有人 大厦警队后继有人啊 对孙平安这个小胖子的考察结果 很快递交给大厦警察总部 备份复印件 则被送到了孙老虎的手中 观察能力 优秀 行动能力 优秀 心理素质 优秀 道德品质 优秀 所有项目 全都是优秀 哦 有一项不合格 体能 而同样的事情 还发生在大厦不同的地方 只不过 其他地方的考察仍在继续 毕竟 才过了一个星期而已啊 老哥 这道德品质的优秀 是怎么来的 孙老看着考察报告 不解地问道 队长 你知道我们这帮老家伙 一起逼近的时候 咱大孙子是啥反应吗 啥反应 咱大孙子 居然双手抱头 蹲那儿了 没跑 没躲 更没半点反抗的意思 能够一穿53 能够独自抓捕 四个穷凶极恶之徒 自己毫发无损的强者 对付我们这帮老胳膊老腿 还不就是抬个手的事 可他却直接认怂 老老实实地等着挨收拾 连原因都不问 我知道 这是因为 我们不仅仅是你的部下 更因为我们 是他在警戒的前辈 要是换成十几个犯罪分子试试 那可真的是试试就试试了 这样的好孩子 要不是优秀 就是最高评价了 我给这评价 都感觉骚得慌 队长 恭喜你 交出来的好大孙 队长您后继有人了 哈哈 抓捕毒贩 为将毒贩集团一网打尽 做出贡献 抓捕A级通缉犯三人 为将罪行累累的房地产商 绳之以法 做出贡献 奖励 积分 抽奖机会加一 孙平安开心了 积分不积分的 无所谓 就跟钱多了 就是银行账户上一串数字一样 他积分已经2000出头了 足够用了 他缺的是抽奖机会啊 这不 瞌睡就送来了枕头 系统 么么哒 然后 还没开心 超过24小时 准确地说 就乐呵了不到一宿 第二天上班 孙平安就 郁闷了 小胖子 给我倒杯茶 小胖子 出去给我买包7块钱的油成烟 多出来的 算你的跑腿费 胖子 乖包顶梁吧 我上个厕所 快憋不住了 你可不能放水啊 说了 往你眼上贴条哦 麻将 安排上 扑克 安排上 台球 安排上 电脑 安排上 50至60位 平均年龄70岁网上的老头老太太 是真不见外啊 孙平安郁闷的不要不要的 关键是 不听使唤都不行 从年龄上来说 这些都是爷爷奶奶辈的 从警察角度上来说 他们可都是在韩城警队 兢兢业业一辈子 为了社会稳定 人民安全 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前辈 跑个腿 帮个忙 那不是应该的吗 白天忙活完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 打扫完活动试卫生后 就有专人给孙平安 送来十份结案档案 孙平安要带回家 认真去看 去学习 这是高局顶头上司 七匹狼慈父孙兴邦的要求 孙平安的天赋是优秀 但是办案 需要的不仅仅是天赋 更需要经验的积累 没有那么多案子 可以给孙平安练手 那就只能通过阅读 以结案的档案 来积累经验了 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整整四天 定 人贩子吴英龙死亡 奖励 抽奖机会加一 正在T1尿瓶老头 打斗地主的孙平安 顿时精神一振 腾一下跳了起来 大吼一声 王炸 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七顺子 一张小四 孙平安笑呵呵地 将手里的一张二两出来 然后扒拉了一下 对手老头手中仅剩的一张牌 一张小鳖三 也想跑 静 孙平安环视四周 一帮老头老太太 已经把他丢围了 这小胖子打麻将没输过 何止麻将 打跑得快 斗地主 升级 这胖子也没输过 我这种红颈高手 在他手里就没赢过 作弊 这小子一定是作弊了 揍他 孙平安 救命啊 孙平安的身影 被一帮老头老太太给淹没了 晚上下班的时候 高菊来了 平安 明天你不用来这里了 高菊 亲人啊 孙平安差点抱着高菊亲上两口 这一天天的 可被这帮老头老太太 折腾得快疯了 有过目不忘天赋技能 有贼神传承在 孙平安倒是想输啊 可实力不允许啊 结果 他赢了 就被一帮老头老太太收拾 玩啥都没输过啊 这日子 没法过了 现在 终于解脱了 高菊 我明天是不是去街上执情 高菊摇摇头 难道是 刑警队 高菊再次摇摇头 难道是枪械库 子弹管够不 高菊这次不摇头了 直接给出了答案 明天一早 市局大楼地下一楼东北角 老资料档案室报道 算上你一共四个人 他们撒归你管 孙平安刚开始听到老资料档案室 还特郁闷 可以听到 有三个手下可管 顿时来了精神 是 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 孙平安通过了身份检查 来到了位于大楼地下一楼东北角的老资料档案室 各位 我就是你们新的领导 孙平安看着连接着资料档案库的办公室中 空无一人 傻眼了 师兄 我这咋没人呢 没到上班时间 孙平安走到走廊上 拽住了一个路过的师兄 师兄好笑地看着孙平安 道 不是没到上班时间 是今天不上班 周六啊 孙平安 高菊 你耍我 第303章 街巾中的突发事件 7月22日 周日 农历6月初九 移婚假 移出行 上午9点58分 被装点一新的车队出发 大汉马负责在车队最前面开道 请来的摄影师就坐在大汉马车中 进行全程录像 孙平安开着的主婚车 是他向老妈借来的莱特豪斯总裁 加偿房贷款 王小斌之前嘴里说着不要 那是不想给哥们添麻烦 这不 一看到这辆车 王小斌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一辈子就结一次婚 若是能给新娘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哪怕上班就被内务部调查 那也值了 一路平平安安的来到延欢家小区 停好车 孙平安苦着脸 充当着王小斌的挡箭牌 承受着玉米 黄豆 大米 混合碎材质的公鸡 护送王小斌上楼 然后在延欢家门口 就被新娘的亲戚给堵了 想要把我们家欢欢接走 要过五关 这第一关 是耐心 结婚 就是一把钥匙配一把锁 过日子 就得有耐心 相互包容 就不能急躁 说话的是 延欢二姨 一大串几十把防盗门钥匙 就晃在了王小斌眼前 只要你能找出正确的钥匙 打开这把锁 这一关就算过了 二姨笑道 孙平安看着王小斌 挨个钥匙往锁眼里捅 估摸着 除非运气特别好 要不然没十五分钟 都找不出正确的钥匙来 甚至有可能 这些钥匙指不定从哪弄来的 里面就没一把是正确的呢 二姨 是不是只要打开门就行了 孙平安忍不住开口道 嗯 你们只要别把我姐家门给拆了 打开门就行 二姨根本没当回事 孙平安把王小斌挤到一边 低头摆弄起来 小胖子 别瞎忙活了 这可是我姐花了六千多买的 大品牌防盗门 歌电视台打广告的时候 可是找了不少小偷做防盗实验 根本就打不 开 二姨最后一个开字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就听到搭的一声 防盗门 开了 堵大门的娘家人 集体实话了 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胖子 拉着新郎进了门 愣是连拦着都忘了 接下来的喝尽门酒 和体力有关的 孙平安就站在一边看热闹 他若是上了 除了搞笑之外 也没啥用啊 直到最后一关 找新娘子的鞋 一帮人差点没找崩溃了 新娘子的架鞋 就藏在了这间二十平米的卧室里 可就连床都被一帮大小伙子 连着新娘子给抬起来了 却愣是没找到 藏婚纱里面 开什么玩笑 得有多脑残的人 会想到藏在这个地方 你那是男为新郎呢 还是给别人占新娘子 便宜的机会呢 眼瞅着及时越来越近 王小斌和其他伴郎 找得一脑门子汗 孙平安不得不出手了 透视 开启 孙平安暗呼一声 目光在卧室中一扫而过 居然 没找到 系统 我能锁定某件物品 进行全面扫描吗 孙平安暗问道 可以 妥了 锁定新娘脚上穿的那只高跟鞋 寻找同样的一只红色高跟鞋 几乎是指令发出的下一秒 一个醒目的 散发着炫目金光的物品 就进入了孙平安的视线中 这帮伴娘是真挺有创意的 居然把新娘子的高跟鞋 就那么堂而皇之地 摆在了床边的书架上 关键是 外面做了遮挡和装饰 上面还弄了个小绿植 直接把高跟鞋弄成了小盆栽 这要是能找到 那真是奇了怪了 没看到王小兵和其他两个伴郎 在书架上都翻找过了 手都从高跟鞋边上过去了 却愣是没发现吗 孙平安走到王小兵身旁 兵哥 书架上那个小盆栽就是 孙平安可不会这个时候出风头 让新郎找到就行了 那不是粉色的吗 王小兵不解 孙平安无语了 我滴哥 知道三元色吗 知道啥是配色吗 纯白色的透明膜加上红色 就是粉色啊 王小兵将信将疑地走过去 将高跟鞋形状的盆栽拿起 这一下就发现端倪了 绿植的下面 被防水薄膜包裹得严严实实 只不过插在鞋子里 不拔出来 根本看不出来 再把上面的一层 纯白色的透明膜一丝 一只红色的高跟鞋 就这么出现在了王小兵的手中 王小兵美滋滋地 给新娘子穿上鞋子 和新娘子一起来到了客厅 盐欢的父母 已经端坐在了沙发上 成家不忘父母恩 新郎新娘准备敬茶 王小兵和盐欢 一起跪在了盐欢父母面前 肆意严肃起来 道 改口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这改口 改得不仅仅是一句称呼 更是把生命中 另一半的父母 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是把家庭的重担 扛在了肩上 王小兵正色起来 端起茶杯 恭恭敬敬地 捧到了岳父面前 大声叫了一句 爸 孙平安和其他伴郎凑在一起 一人手里拿着个 一次性纸杯 对着摄影机 一副 为父深感欣慰的模样 琪琪点了点头 然后举杯一饮而尽 嗯 这便宜占得 等王小兵跟老婆 一起看婚礼录像的时候 估计会被气死 程序走完 王小兵开心地 将新娘子公主抱起 在众人的簇拥下 下楼 登车 迎亲车队 将会返回新郎家 新娘子要给新郎父母敬茶 改口 吃半生饺子等等 新娘的娘家人 以及亲朋好友 则会选择去新房参观 或是直接去婚宴现场 等着及时到开席 一个小时后 婚车队离开王小兵父母家 向着婚宴锁在地市去 孙平安正开着车 忽然手机响起 孙平安扫了一眼 是一个陌生号码 随手接通并外放 请问 是孙平安孙医生吗 对方的话语中 透露出无比的交集 是 你哪位 孙平安问道 我是韩城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静飞 是这样的 我们医院遇到了一个 羊水栓色的产妇 正在抢救中 但是我们医院的力量不够 我就向省医求助 他们正在派人赶来 但是现在情况危急 他们向我推荐了你 孙平安眉头紧皱 虽然他没有兑换妇产科医生技能 但理论知识还是有的 羊水栓色 可以当成是产妇 对自身羊水过敏 所导致的一种 非常严重的并发症 两万分之一的出现概率 但死亡率 却高达97% 之所以死亡率这么高 就是因为并发症太恐怖 出现羊水栓色的产妇 75%死于心 费并发症 25%会因为凝血功能障碍 而死于大出血 而且一旦羊水栓色出现 绝大多数产妇 会在半个小时内死亡 并不是说撑过半个小时 就能活下来 而是从抢救开始的第一秒 一直到抢救成功 产妇脱离危险中间的 任何一个时间点 产妇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血浆被足了吗 孙平安问道 电话那头立刻回答道 我们医院已经准备了 5000毫升的血浆 血库那边 正在紧急运送 2万毫升血浆过来 为了以防万一 最好多准备一些血浆 我20分钟内一定到 谢谢 非常感谢 电话挂断 兵哥 给后面的兄弟打电话 换个人开车 我要赶紧 王小斌直接打断了孙平安的话 不用停车 直接开医院去 我刚才听你们的意思 需要输血 咱们这么多人 总有匹配血型 能帮一点是一点 兵哥 今天你结婚 孙平安提醒道 不差这么一会儿 你赶紧的吧 就人要紧 王小斌毫不犹豫地说道 严欢也在一旁赞同道 胖子 快点开车去救人 孙平安不再犹豫 观察了周围的车况后 一打方向 由门踩到底 直奔医院而去 王小斌和严欢坐在后排 拿出手机 开始摇人 一场全程大行动 就此展开 第304章 紧急抢救 系统 我要兑换妇产科 所有专家级技能 妇产科所有专家级技能 包括妇内科 兑换妇产科 所有专家级技能 需要耗费1500点积分 是否兑换 孙平安以前兑换技能 还要精打细算地盘算一下 这一次 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事 再加上孙平安之前 就拥有的新外科专家级技能 其实已经足够了 但是孙平安并未就此满足 系统 我有两张抽奖卡 全部抽奖 抽奖开始 恭喜你抽中 升级卡型号1 恭喜你抽中 虎威 系统 使用升级卡 对妇产科专家级技能进行升级 妇产科技能 包括腹内科 腹外科 产科 请指定单项技能 进行使用升级卡 孙平安 取消 孙平安无奈到 谁也不知道在手术室中 会出现什么情况 还是在抢救过程中 按照最紧急的突发状况 进行升级某个技能 提高抢救成功率吧 结婚车队改变了方向 直奔 韩城示意一 因为王小斌通知了总台 交警部门立刻开辟了绿色通道 一路绿灯不说 还有交警在前方开道 原本15分钟的车程 只用了不到10分钟 就已经到达 孙平安下车后 快步冲进了医院 靳院长已经等在了门口 在前面带路 我已经联系了 沈一一 沈无警总医院 沈专家组 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为了这名产妇 靳院长已经开始 向上级单位求援摇人了 产妇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产妇已经进入产房25分钟 上了呼吸机 但是 现在无法确定 是否应该进行扑付产 孙平安点点头 抢救是已经近在眼前 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 和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看到靳院长一路小跑来 立刻迎了上来 院长 你可一定要救救我老婆啊 产妇的丈夫 直接给靳院长跪下了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靳院长也无法给出保证 院长 如果实在是不行 我们保小 保小 中年妇女大声叫道 孙平安瞥了中年妇女一眼 直接越过靳院长 冲进了抢救室中 保大还是保小 电影电视剧看多了吧 在医院 就没有保大还是保小这种说法 抢救不是做选择题 没有二选一的选项 医护人员会竭尽所能 去抢救产妇和胎儿 真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 那就看命了 消毒 换上手术符 孙平安快步走进了手术间 血肠归 凝血功能检查了没有 结果出来没有 孙平安瞬间就进入了状态 已经检查过了 凝血功能异常 已经开始补充凝血因子 负责抢救的主任医生 立刻回答道 静脉通道 静脉通道已经建立完毕 液体管理已严格控制 抗过敏药 抗过敏药已经注射完毕 孙平安快速查看了一下产妇的情况 情况不太好 产妇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现在的保守治疗 只是维持基本体征 如果不尽快进行破妇产 胎儿肯定会死亡 而且产妇的羊水已经破了 过敏症状已经产生 现在就是靠着抗过敏药撑着 多单个一秒钟 就有一秒钟的生命危险 立刻进行剖腹产手术 我主刀 各部门联动 做好全面准备 血液透析已准备好 随时介入 血浆马上挂起来 孙平安一番指令传出 手术适中紧张 慌乱的气氛 瞬间变得紧紧有条起来 孙平安站在了主位上 开始进行剖腹产手术 剖腹产手术 并不是一刀开腹腔 就能把胎儿取出来的 而是需要切开七层 包括了皮肤 皮下脂肪前翘腹直肌 腹膜才能看到子宫 而后再切开子宫 才能看到胎儿 所以对产妇来说 剖腹产其实是一个 相当大的手术 因此 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 产妇都相当于 在鬼门关转了一圈 所以 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 男人对自己孩子的母亲 一定要宽容一些 多一些耐心 随着剖腹产开始 羊水沿着开放的静脉血管 进入了身体之中 产妇的情况 瞬间急转直下 监控仪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心脏衰竭 肺衰竭 呼吸停止 主任医生 立刻进行了汇报 孙平安继续进行着剖腹产手术 头也不抬得快速应对 强行针注射 气管插管 建立呼吸通道 等待30秒 如果心脏没有复苏 立刻开始体外心脏复苏术 是 医护人员大声应道 至于为什么不用心脏除颤仪 心脏除颤仪 顾名思义 是用来对心脏除颤的 针对的是心律失常 心室颤动 心动过速 心防颤动等情况 心脏除颤仪的脉冲电流 很有可能会导致心脏骤停情况加剧 所以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程度 否则极少会用心脏除颤仪来针对心脏停跳 否则的话 你以为急诊室中明明有心脏除颤仪 为啥负责抢救的医护人员 还要累个半死去做心脏复苏术 产妇大出血 出血量太大了 主任医生的声音中透出了无比的慌乱情绪 镇定 不要慌 血浆立刻开始补充 问清楚血库掉来的血浆 什么时候能到 孙平安的声音很稳 拿着手术刀的手同样很稳 孙平安很清楚 现在他就是手术室中所有医护人员的主心骨 谁都可以慌乱 谁都可以错 唯独他不能有任何慌乱 也绝对不能犯任何错 他现在是在和死神赛跑 和时间赛跑 稍有疏忽 产妇必死无疑 随着抢救展开 各种介入治疗进行干预 产妇的情况快速稳定下来 但大出血的情况却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仿佛已经失去了凝血功能一样 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水龙头坏掉了 水管里的水 无限制地涌出来 根本停不下来 这就是羊水栓色中 死亡率最高的原因 血带直接挂了三个 同时进行书写 可产妇的面色却越发苍白 再加一袋 血库那边回复了没有 孙平安看了一眼监控仪 大声地问道 三分钟 一名负责外联的护士 立刻回答道 孙平安将一个头发黏答答 睁开了一只眼睛 丑巴巴的婴儿取出 快速剪断了期待 有护士立刻将婴儿接手 只拍打了婴儿屁股一下 婴儿的啼哭声就响了起来 啼哭声干脆有力 这说明婴儿非常健康 孩子的哭声 似乎让产妇最后的执念消失 监控仪再次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主任医生纠结地看向孙平安 在抢救手术中 经常会出现 被抢救者意志力薄弱的情况 说白了 抢救不仅仅是医生 在与死神搏斗 同样也是 被抢救者在与死神搏斗 一旦被抢救者自己放弃 手术失败 被抢救者死亡的概率极大 证明产妇之前的执念 就是生下孩子 可当孩子生下后 产妇很容易出现自暴自弃的情绪 孙平安快速将之前准备好的银针 刺入了产妇的眉心 颈部 胸口 共16处穴位中 不要放弃 你难道想要让你的孩子 一出生就没有妈妈吗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死了 你的老公会为你悲伤一辈子 守一辈子吗 你老公会不会只坚持一两年 就选择再婚 有多少后妈 会把丈夫前妻的孩子 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如果你丈夫又有了孩子 他还会好好对待你的孩子吗 所以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一定要撑住 为了你的孩子 绝对不要死啊 孙平安冲着产妇大声吼道 虽然产妇陷入昏迷中 但孙平安的吼声 却似乎让产妇感觉到了 监控一报警声逐渐消失 各项指标开始变得稳定 虽然还在危险线上 但最起码 给了医护人员抢救的机会 维母则刚 在这一刻 不仅仅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而是一支任何药物 都无法媲美的强心针 一块块吸血绵 吸满了鲜血 被新的吸血绵替换 空掉的血浆带 立刻会被新的血浆带替换 血库的血浆 被送进了手术室 可产妇的情况 并没有任何好转 抢救仍然在紧张地继续着 第305章 恶毒母子 报应 手术室中的紧张气氛 令人有一种窒息感 而手术室外 血型配比 王小斌的血型 与产妇血型匹配上了 王小斌毫不犹豫地选择献血 200cc血从血管中 沿着胶管流入血浆带中 医生 不够的话再抽200cc 负责抽血的护士知道 王小斌今天是新郎官 所以直接一口拒绝 至于怎么知道的 王小斌西装革履 胸口带花 边上还站着一位 穿着婚纱的美女 后面还站着一帮胸口 带着半郎牌的年轻男子 只要不是瞎子 就能看得出来吧 现在只是被写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200cc就已经足够了 再多的话 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的 再说了 你后面还有这么多市民 等着献血呢 不差你一个 王小斌只能起身 被延欢搀扶着 让出了位置 因为情况紧急 韩城电视台进行了紧急播报 呼吁同学型的市民 能够来世一一踊跃献血 韩城电台也发布了紧急播报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这可不仅仅是一句歌词那么简单 北方人的热忱 北方人的豪爽 北方人的仗义 在这一刻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无数市民 开车 打车 挤公交 赶往市一一 甚至不少出租车司机 只要询问一句是否去献血 得到肯定答复 都会免费送人 今天是周日 市一一的门诊抽血室 本来是正常放假的 只有一个急诊抽血室开着 现在紧急开辟了献血通道 六个抽血窗口全部开启 被紧急召回的化验室医护人员 在为赶来献血的市民做着血型配比工作 一袋袋血浆被送进了抢救室 手术室上的灯光 似乎永远都不会熄灭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抢救开始后 一小时四十分钟 第一批从省城赶来 支援的专家组到达 顾不得寒暄 就立刻进入手术室 换上无菌服 投入到了抢救产妇的工作中 七个小时后 产妇的过敏症状终于消失 大出血情况得到了遏制 所有指标全都趋于正常 已经用掉了四只一小时 无限体力药剂的孙平安 终于松了一口气 产妇脱离危险 情况稳定 我宣布抢救成功 抢救工作 结束 没有欢呼声 只有一张张疲惫的面孔 以及一双双闪亮的眼睛 整整七个小时的抢救 一次十多位专家一共换了三波 也就是说 共有三十多位专家 投入到了抢救中 边上放着的 小山一般的 吸满了鲜血 腥红的吸血绵 以及近四百代空调的血浆带 就知道 这场抢救手术 究竟有多么的不容易 近四百代空调的血浆带 约为6.75万毫升血液 相当于17个健康成年人 全身血液的总和 相当于近四百个人 每人献血200cc 真实事件 不是杜专出来的 这不是孙平安一个人 在与死神战斗 而是三十余名专家 一家医院的全部力量 一座城市的所有市民 为母则刚的产妇 齐心协力与死神在战斗 而现在 战斗 终于胜利了 产妇被推入观察室 要等到他苏醒 情况进一步稳定 才会进行各项检查 再确定他的所有情况 都稳定下来 才会被转入普通病房 护士们开始清理手术室 孙平安和其他专家一起 因为疲惫 没有说话的性质 一起走出了手术室 近院长正在对产妇的丈夫 和婆婆介绍情况 放心 产妇已经脱离了危险 只要观察一晚 等到自然苏醒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剩下的就是调养了 恭喜你们洗的千斤 八斤二两 很健康 整个抢救过程中 为了遏制大出血的情况 产妇的子宫已经被切除 你说什么 产妇的婆婆声调 猛地提升了一大截 子宫被切了 那不就等于是不能生了 不行 我们家还指望着 生个大胖小子 传宗接代呢 不能生了 我们老摩家 岂不是要绝户了 儿子 我跟你说 回头就离 妈再给你找个好生养的 一定要生个儿子出来 要不然 我死了 都没脸去见你爸 更没脸见老摩家的 列祖列宗了 近院长的脸色有些难看 不耐烦地打断中年妇女 毫无人性的话 血浆的费用 我们医院 已经给你们减免了一部分 抢救费用比较高 你们去交钱吧 近院长说完后 就准备离开 却被中年妇女一把拉住 院长 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近院长到 减免之后 大概五万块左右 后期调养 一万左右就够了 这笔钱多吗 连血浆钱都不够 更不要说 从省城赶来的 三十多位专家了 按照这些专家的等级 随便一位飞刀一次 一万起步 那都是有勤价 而现在 血浆钱减免了 专家也全都是 免费义务出诊 五万块 仅仅是一部分的血浆钱 以及抢救 手术的费用 五万块 一条命 救的是你的亲人 就为你值不值 可是 怎么这么多啊 这么多钱 我家可拿不出来 生了个丫头骗子 还要掏五万的抢救费 这也太亏了 抢救开始的时候 我不就说了 饱小的吗 我们做家属的 都选择放弃了 是你们医院非要抢救的 这笔花费 应该你们医院负责 这番冷漠无情 甚至残忍的话 竟然出自产妇婆婆之口 真是令人无比的寒心 赶来的产妇妹妹 一听这话 顿时不乐意了 婶子 那可是你的儿媳妇啊 姐夫 产妇的丈夫沉默不语 可似乎什么都说了 我不要孙女 我要的是孙子 生不下孙子 我要她有什么用 我可跟你说了 这笔抢救费 我一分钱也不掏 婶子 你怎么这样 姐夫 我姐可是 为了给你生孩子 才差点死了的 你可不能不管啊 中年妇女一梗脖子 叫道 别叫我婶子 我家跟你没关系 我没钱 就是没钱 想让老娘给那个没用的东西 掏一分钱 做梦 姐夫 你怎么说 产妇的丈夫看来是个妈宝男 坑吃半天 才开口道 小娟 要不 你先为你爸妈拿钱交抢救费 等回头你姐出院了 上班了 再慢慢还 产妇的妹妹 气得说不出话来 感情自己的亲姐姐嫁到你家 就是个生育工具呗 什么出院了 上班了慢慢还 难不成 这笔钱还要姐姐自己辛苦工作 赚钱来还 这对母子 还是个人吗 姐夫 那可是你的妻子 是为你生孩子 差点命都没了的妻子 我也没说别的呀 你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先把抢救费垫上 才五万块 你姐上班 一个月能赚四千多呢 扣掉家用 一个月能还两千左右 三年肯定就还完了 妈 我算得没错吧 对 儿子 你没算错 中年妇女看向产妇妹妹道 要不是我们 把她送医院来 她人都没了 你们家该掏这笔钱 还应该带上礼物来我们家 感谢我们 孙平安听到这批话 实在是忍不住了 两步冲上去 一脚就把年轻男人 踹飞了出去 这也就是没用上寸镜 要不然 这一脚就能把这 王八蛋的肠子给踹断了 不过 踹飞只是表象 实际上 这一脚 孙平安用上了点学术的方法 直接断掉了这男人的子孙精 你呀不是怕绝户吗 胖爷就让你绝户 你敢打人 中年妇女尖叫起来 伸手就想挠孙平安的胖脸 孙平安可没惯着她 回手就是一巴掌 直接把这中年女人扇的 就跟陀螺一样 原地转了三圈 这才捂着脸 晕头昏脑地倒在地上 跟杀猪一般惨叫起来 不打女人 那也要看这到底是不是个人 就这老前婆 根本就没资格称之为人 她简直就是个冷血的畜生 同样 善意巴掌只是表象 同样是点学术 只不过会延迟一个月 再出现症状 头疼 不是那种头痛欲裂的疼 就是冷不丁地疼上一下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刚刚入睡 就会像是被针戳了一下一样 猛地疼上一下 想睡个呼伦觉 下辈子吧 进院长 还有在场的那些愤愤不平的专家 医生们大惊失色 纷纷冲上来拦着 三五个人拉不住 那就全上 愣是把孙平安弄得 就跟大学食堂的包子一样 里三层外三层 外面全都是面 就中间那么点是馅 当然 跟大学食堂的包子相比 孙平安这体积 可能会比包子县薛薇 大上那么一些 产妇被抢救成功的消息 很快通过电台 本地新闻传遍整个韩城 整个韩城 就像是打赢了一场战斗一样 环虎雀跃 甚至有市民燃放了鞭炮 那气氛就跟过年似的 韩城市宣传部连夜开会讨论 在第二天召开了表彰大会 所有前来献血的市民 按照留下的姓名地址 都收到了一张奖状 那些赶来 却没献上写的市民 则得到了集体表彰 免费送人来医院献血的出租车司机 私家车司机 也都得到了一张奖状 表彰大会上 三十余位专家 事宜医院长静飞 都上台领取了属于他们的奖状 唯独缺少了孙平安 一脚加上一巴掌 足足用了五万块钱 才让这对恶心的狗母子 签了谅解书 对此事既往不救 当然 这钱他们是一分都没拿到手 就过了个眼影 随后就被送去了医院 存进了产妇的医疗账户 抵扣了抢救费等各项费用 啥 你问胖子去哪了 还能去哪 身为警务人员 殴打他人 哪怕事出有因 可规矩就是规矩 关禁闭七天 就是市局对着胖子出手打人的惩罚 至于检讨书 市局内务部 方俊辉方处长熬着夜 喝着咖啡续着命 个狗热的死胖子 老子上辈子欠你的呀 这特么 到底是你违规被罚 还是我违规被罚呀 方俊辉怒骂一声 用力把烟头狠狠地处在了烟灰缸里 拿起笔 继续粪笔集书 他倒是可以让手下来 搞定这个检讨书 问题是 市局大局长高炳祥放话了 一定要看到深刻检讨 方俊辉担心 手底下这帮人 写不出那种感觉来 就只能亲自动笔了 产妇醒来后 得知了婆婆和丈夫的所作所为 彻底心寒了 还未出院 就签下了离婚协议 与丈夫离婚 彻底告别了这个恶心的家 产妇舍弃了分割财产 只要了孩子的抚养权 孩子三岁时 女人在工作中 遇到了真命天子 对方是一名退伍军人 因为在执行任务中负伤 失去了生育能力 两人结婚后 将女儿荡成了掌上明珠 开心幸福地生活着 共同将女儿抚养成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而那对恶心的母子 事情被媒体曝光后 遭到了左邻右舍的唾弃 男人结了离 离了结 家里那点钱 全都折腾在结婚上了 却没个一儿半女 直到男子四十岁的时候 才又找了个离婚 带俩娃的恶婆娘当老婆 恶婆娘一进门 就把强势的性格 完全展现了出来 家里的钱 全都由她掌控在手中 这也是俩孩子改姓的条件之一 头疼正想看病 做梦呢 给你买几颗止痛片 就算是大发慈悲了 生活中对婆婆 更是非打即骂 妈宝男倒是想 给自己老妈说句好话 结果被恶婆娘一巴掌 扇了个歪嘴 愣是连个屁都不敢放 这对恶心母子 终于遭了报应 晚年生活如何 恐怕只会是凄惨无比了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一个星期后 孙平安走出了禁闭式大门 看到来接她的人 真的是 又开心 又郁闷 江湖 关于错别字的问题 我对错别字都会进行两遍以上的检查 如果真的有 那确实是看漏了没找出来 但是 一些特殊词汇 如果不用同音字代替 就会被判定为敏感词 连更新都更新不了 如果是听书的话 并不会受到影响 看书的话 大家就多多见谅吧 敏感词包括了一些违禁词 一些人名 人体器官等 所以 请各位见谅 这年头 写网文不容易啊 上次一章被判定有违规内容 我检查了17遍 一段一段的更新查找 最终结果是硝烟战火这个词就不能出现 你敢信 第306章 我们 结婚吧 孙平安开心的是 杨云来了 孙平安郁闷的是 出狱的彭泽带着一家四口 也来了 咋的 我去探你间 你来接我出禁闭呗 彭泽上周 就已经出狱了 只不过联系不上孙平安 打听了一圈 才打听到孙平安结束禁闭的日子 有外人在场 杨云不好表现的 与孙平安过分亲密 但双手紧紧 挽着孙平安的胳膊 却表达出他内心的欢喜之情 彭泽经历过一场牢狱之灾后 整个人倒是变得开朗了许多 出狱一星期 公司的手续全部弄好 租赁了市中心 移动写字楼的一整层 作为办公地点 优厚的待遇 直接把他原来就职的 那家游戏公司的核心团队给挖来了 再加上他的师兄弟 短短一周 公司从无到有 随时可以开张了 众人来到了彭泽提前订好的酒店 边吃边聊 你来得正好 省得我再去找你了 这个游戏 企划给你 孙平安将禁闭时 弄出来的游戏人物图 怪物图 地图什么的 厚厚一本 递给了彭泽 彭泽连忙双手接过 仔细地看了起来 三种职业 野外 地下矿坑 地下世界 废弃宫殿 霸主城池 多种怪物 各种boss 各种药水 各种装备 组队打怪 无限制PK 武器升级 装备交易 各种节日活动 等等 游戏的设定 美工 孙平安一个人就搞定了 只要原封不动地 把游戏程序搞定就行了 胖子 这游戏 是不是太 low了 画面粗糙 玩法单一 没有一系列的任务系统 职业只有三种 彭泽就是专门搞游戏的 自然有着自己的辨别能力 大致看了一下游戏企划 就提出了一大堆的缺点 孙平安笑道 游戏粗糙 那是因为 现在家用电脑 网吧电脑 配置都太低了 我倒是想弄得特别精美 可市面上的电脑 带不动啊 等电脑硬件更新换代 我还有更好的游戏企划交给你 至于其他的缺点 等到游戏推广开 你就会知道 有的时候 简单的 才是最好的 彭泽想了想 他能够有今天 多亏了孙平安 可以说 孙平安就是他一家子的救命恩人 否则光是一个公交打人 就足以令他家破人亡了 不过是一款游戏而已 亏了就亏了呗 大不了破产了 再白手起家好了 行 公司接下来的主要方向 就是这款网络游戏 对了 这款游戏叫什么名字 彭泽问道 孙平安指着本子的非夜道 传奇 想当年 国内的网吧 还被 石器 CES 编峰 聊天室 霸占 传奇的出现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如燎原星火 攻城掠地 霸占了网吧90%的电脑 注册人数破亿 同时在线人数最高时 官方数据为70万 而天桥大大 也从一个游戏代理商 一飞冲天 即升为国内首富 虽然后来因为某些原因 跌落神坛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款游戏 如同游戏名字一样 造就了一个传奇 直到20年后 依然有明星穿着铠甲 拿着大刀 摆着Poss 大喊 大打好 偶戏扎扎灰 戏兄弟就来砍偶 老爹 这个文件你签一下 明天再抽个时间 和我一起去公证处公证 律师我已经找好了 你人到就行了 彭泽收下了本子 从油皮纸袋中 取出一份文件 递给了孙平安 孙平安接过来一看 这是一份股权书 上面写得很清楚 彭泽的公司 注册资金3000万 其中彭泽占股60% 而孙平安则占股40% 如果算上管理股 技术股等等股份 都要从彭泽 60%的股份当中出 实际拿到手的股份 彭泽还没有孙平安多呢 我就是随手 帮个忙而已 不用给我股份 孙平安一点都没犹豫 直接开口拒绝 并且顺手将文件递了回去 如果是上一世 甭说40%的股份了 哪怕是4%的股份 孙平安都得开心死 这可是盛大初创期 40%的股份啊 可穿越以来 孙平安的人生目标 已经确定了 成为一名维护社会稳定 守护人民安全的警神 以及成为一名救死扶伤 医术卓绝的神医 这两个人生目标 和金钱没有半毛钱关系 更何况 他也不差钱啊 取代了大苹果的盘股公司 如今已经是世界上 首屈一指的科技公司 技术遥遥领先 不说股份 每年光是分红 就足以让孙平安 在富豪榜上 占据一个靠钱的位置了 可是穿越这么久 孙平安就没有买过 任何一件奢侈品 除了警服外 他穿过的最贵的衣服 除了老妈给买的之外 就只有杨云 给他定做的一套 五千多的西服了 名下甭说豪车了 就连一辆普通车子都没有 停在家里的豪车 都是挂在盘股公司名下的 平时也没开过几次 更多的是挤公交 或者是打车 至于房产 也仅仅只有 韩城市中心那一套 是完全属于他的 他平时花费最多的 就是用在吃上了 对金钱无欲无求 自然活得更加自在 也能够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工作当中 老爹 你若是不拿股份 我欠你的情 一辈子也还不完 你总不能让我跪下求你吧 彭泽非常认真地说道 彭泽的父母 也在一旁赞同儿子的决定 帮着说服孙平安 胖叔叔 你就答应吧 就连小丫头都来凑热闹 孙平安无奈道 这样 股份我不能白要 我掏钱买 得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也不用40%那么多 随便丢我个5% 或者10%以死一下就行了 我家的事情 我老婆说的算 钱也归我老婆管 所以 签字也由我老婆来签 10%太少 40%我觉得正合适 彭泽摇头道 太多了 10%就够了 这份游戏企划案 就价值至少10%了 这样 30%吧 不能再少了 还是太多 20%好了 就这样 别磨叽了 我都快饿死了 你再磨叽 我就一个点的股份 也不要了 爱咋咋地 彭泽 一帮人吃过晚饭 孙平安和彭泽一家道别 和杨云打车回到了家 房门刚刚在身后关闭 热恋中的这对情侣 就迫不及待地站在了一起 浴室 客厅 卧室 到处留下了两人的汗水 激情过去 两人躺在床上 对视的目光中 充满了柔情密意 杨云主动献上相吻 认真的看着孙平安道 老公 我们 结婚吧 第307章 我们结婚了 高炳祥在睡梦中 被手机铃声吵醒 睡眼惺忪地 将放在床头的手机 抓在手里 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时间 以及来电提示 谁啊 一旁的妻子 也被手机铃声吵醒 看到丈夫瞪着手机运气 却不接不解地问道 一个魂球死胖子 高炳祥咬牙切齿道 第几次了 啊 这都第几次了 啥事不能白天说 非要凌晨1至2点打来电话 你压过的是大米粒时间吗 我50多岁 一把年纪的 本来就神经衰弱 好不容易吃了药 想要好好睡上一觉 你个死胖子 咋就这么惹人生气呢 高炳祥直接按下了结束键 不到三秒钟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高炳祥郁郁闷了 得 接吧 万一真有大事呢 高炳祥气鼓鼓地按下接听键 死胖子 你要是没有正经事 明天上班 我就找你爹爹七匹郎 好好给你松松皮子 高局 那啥 明天 不对 这都凌晨了 是今天 我跟您请个假哈 孙平安大让高炳祥气得 哑痒痒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出 你他妈也知道是凌晨啊 就请假这事 特地给我打个电话 高炳祥愤怒的大吼 是啊 混蛋孙平安 我不是你的部门领导 我是市局局长 高炳祥冲着手机大声吼道 你一个资料档案室的管理员 连个谷籍都不是 请假这种事情 直接找市局局长 听说过月季汇报的 还是头回听说月季请假的 这是不把局长当领导 不把豆包当干啊 高叔 那您说 我应该跟谁请假啊 孙平安的声音 听起来委屈巴巴的 跟人事请假呀 高炳祥快要疯掉了 哦 知道了 下次我找人事请假 谢谢高叔 对了 高叔 反正醒都醒了 起来叙叙吧 高炳祥气得都快三花俱顶了 正要开骂 手机通话结束 再打 那个死胖子 关机了 卧室中 孙平安黑黑一笑 把关机的手机扔到床头柜上 搞定 孙平安搂着杨云 睡觉 然后慢慢长夜 无心睡眠 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 原来还有秘密姑娘娘 要不 咱们再探讨一下人生的奥秘 呀 坏人 你多重不知道吗 停 别 停 别停 上午十点 孙平安和杨云 站在了民政局门口 杨云穿着束腰白衬衣 黑色长裤 黑色皮鞋 一头长发 简单地扎了一个马尾 就这简简单单 清清爽爽的形象 却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 只要是正常男人 估计此刻想的都是 这大美女 要是我老婆 该多好啊 而孙平安 里面白衬衣 外面 是杨云给他买的那套定制西装 脚上 穿一双黑色皮鞋 一头短发喷了褶里水 本来发质就硬 天知道喷褶里水干啥用 弄得几根一簇 跟脑袋上扣了的大刺猬皮似的 秘密 想清楚了 踏进这扇门 你就是我这辈子的妻子了 嗯 想清楚了 杨云含情默默地看着孙平安 无比坚定地点了点头 孙平安抬起右手 杨云抬起左手迎上 两人食指向扣 大步走进了明政局大门 孙平安和杨云的目光纠缠着 都快拉丝了 激动 开心的感觉 溢于言表 就连排队的时候 都凝视着对方 很快 轮到俩人了 同志您好 孙平安总算是把目光 从杨云的翘脸上移开 礼貌地问候 嗯 考虑清楚了吗 工作人员淡淡地问道 考虑清楚了 孙平安和杨云 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行 结婚证 身份证 孙平安和杨云 将早就拿在手里的身份证 放在了台子上 然后 结婚证 工作人员不耐烦道 废话 办理离婚手续 不得拿结婚证啊 工作人员看到这对胖美组合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指了指台子上的牌子 我这是办理离婚手续的 办理结婚手续 在那边 台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离婚办理 孙平安拉着杨云 在一片哄笑声中落荒而投 好家伙 还没结婚呢 就差点先离了一次 考虑清楚了吗 工作人员问道 孙平安特意看了一眼 台子上的牌子 见到结婚办理的字样 这才松了一口气 考虑清楚了 孙平安坚定地说道 身份证地上 填单子 进去拍照 孙平安脱掉西装 穿着白衬衫 和穿着白衬衫的杨云 并肩而战 冲着镜头一笑 咔嚓 十分钟后 孙平安和杨云 拿着红色的结婚证 走出了明正局大门 明正局隔壁的店铺音箱中 很应景地放着 燕子的第一张专辑中的 一首歌曲 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 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 这爱情一定会有张正书 证明 从此不孤独 亲爱的 老婆 亲爱的 老公 一路人 疑 鸡皮疙瘩抱了一地 燕子这张专辑 我最喜欢就是这首歌了 杨云在路人的注视下 羞红了脸 开口转移了话题 是吗 那等咱们办婚礼的时候 就让燕子过来现场唱这首歌 嗯 杨云用力点头 孙燕这第一张专辑 就是家行负责宣传 发行的 更何况孙平安和孙燕 那可是一师一徒的关系 让孙燕来唱首歌 不就是一个电话 打个招呼的事情 我说 哥们 你看到天上有牛在飞吗 全都是被你给吹上去的啊 你知道孙燕子有多活吗 还让燕子来婚礼现场唱歌 你是面子够大 还是钱够多啊 路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你压一死胖子 取了个范儿正 气质好 盘亮 长得美 调顺 身材好 那大美女 都是组上八辈子烧高香了 这吹起牛眉完美了 可就过分了呀 孙平安憨憨一笑 也不解释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保姆车驶来 本来车都已经过去了 却又停下 缓缓倒车 停在了孙平安和杨云面前 老板 老板娘 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啊 保姆车门向后滑开 青春靓丽的孙燕 从车上跳了下来 一脸惊喜地叫道 孙平安看了一眼孙燕 暗叹一声 这丫头都受成马感了 以前是带于身材 现在 正在向手机贴膜身材发展了 是要是以后结婚了 不得把孩子给饿死啊 还是咱家大秘密好 不会亏待孩子 路人愣了足足五秒 熬一嗓子 孙燕子 孙平安看着四面八方冲来的民众 总有种丧尸片里面场景的感觉 连忙一手拉着杨云 一手推着孙燕 冲上了保姆车 司机够机灵 一脚油门 在民众将保姆车围上前 冲出了重围 第308章 动物园炸锅了 孙燕看着孙平安和杨云手中的结婚证 惊讶道 呀 老板 老板娘 你们领证结婚了 孙平安得意地将和杨云 十指紧扣的右手抬起 又举起手里的结婚证 在孙燕的眼前晃了晃 赶紧地 说两句吉祥话 给你封的大红包 孙燕拱手作一 恭喜老板老板娘 喜结莲礼 祝老板老板娘早生贵子 白头偕老 而孙满堂 乖 赏你的 孙平安满意地递出了一个红包 孙燕开心地接过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娘 孙燕在家行的时候 因为和孙平安有着师徒关系 又是孙平安托付给杨云的 所以在公司里 杨云都是把孙燕当成妹妹来看待 照顾的 俩人处得跟亲姐俩一样 这不 直接把孙平安甩在了一旁 俩人拉着手 说着话 姐 我跟你说 你选我老板 那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 孙平安听着孙燕的夸赞 一张胖脸 乐得跟个大肉包子似的 真没白藤之待于徒弟啊 姐 我妈说了 男人胖点 丑点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要有才 孙平安的嘴角直抽抽 这是人话吗 我是胖 可我哪丑了 我妈还说了 这年头 只有好白菜才有猪拱 烂白菜 猪都不要 孙平安终于忍不住了 孙燕子 你给我死过来 看我不打死你的 姐 救命啊 拱你这个水灵灵大白菜的家伙 要杀了我啊 孙燕装作害怕的样子 只往杨云身后躲 杨云开心地笑着 抵挡着孙平安的胖手 一番笑闹后 开车的司机提出了一个问题 老板 咱们往哪开啊 杨云虽然找了专业人士打理家行 但他仅仅是放权而已 公司的股份还在他手中呢 听到司机的提问 杨云看向了孙平安 孙燕瞪着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凑过来 老板 要是今天没事的话 就去我家呗 我妈都念叨 好多次要感谢你了 孙平安不想麻烦人家 可孙燕下一句话 就让她改变了主意 我妈做的杀猪菜 贼香 还有酱大骨 我每次吃 都恨不得把骨头给嚼碎了吞下去 去 就去你家 杀猪菜 酱大骨 全都安排上 人家在距离寒城三十多公里的县城 从北桥出发的话 距离更近 县城虽小 可名气却不小 寒城森林野生动物园 就在县城边上 孙燕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见到孙平安 感激之情异于言表 当即招呼着亲戚 把准备留着过年的猪给拽了出来 孙平安想拦着 却抵不过孙燕家人的热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头200多斤的大肥猪 被放血 分割 猪血加上盐花 搅拌 小肠衣清洗干净 把猪血往里一灌 等凝固后 再上锅那么一蒸 就是地道的东北血肠 五花三层的猪五花切成大片 八掌后的肥镖带着瘦肉剁成大块 酸菜切成粗丝 再扔里几根骨头 把蒸好的血肠切后片 放一块炖上 这就是地道的杀猪菜 排骨 大腿骨 脊骨切成大块 拿自家发的大酱一熬 就是地道的东北酱大骨 香气扑鼻 孙平安为肥猪痛心的泪水 不争气地从嘴角流出 东北人的家宴 没有南方的精致 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 甚至在桌上 连个盘子都见不到 所有的菜 全都是用盘装的 至于东北人的热情 那就更不用说了 孙平安不喝酒 只吃菜 而他那风卷残云的吃法 愣是没比过热情的燕子 家人加菜的速度 自从有了系统以来 他还是头一次 吃撑到直翻白眼的程度 燕子 下午你陪你老板还有你姐 去野生动物园逛逛 你大舅家的二哥 就在动物园负责查票的 你去了直接找他就行 孙燕的母亲笑着说道 家里来妻 屁 吃好不够 还得玩好才行 韩城森林动物园 前年才刚刚建成 开门营业 所以 哪怕是地道的韩城人 孙平安也一次都没去过 而杨云在韩城待的时间 只有两年 平日里工作忙 自然也没去过 孙燕是本地人 家里还有亲戚在动物园上班 对动物园那是相当熟了 一路上叽叽喳喳地 介绍着情况 秉承着东北人的描述方式 那动物园贼老大 那动物贼老多 那大脑腑贼老兄 那大狗兄贼能吃 甭说外地人了 就算是本地人听了 估计都得猛猛的 当然 更多的是对动物园之旅的期盼感 挠一下子就上去了 到了动物园停车场 孙平安和杨云首牵手下了车 再一回头 孙燕戴着鸭舌帽 大口罩 大墨镜 本来就巴掌大的小脸 愣是没有一寸皮肤露在外面 燕子 这大热天的 你就不怕捂出一点肺子 孙平安忍不住笑问 老板 我要是别人给围了 今儿咱就哪都甭想去了 孙燕无奈道 几个月前 她还是个普普通通的东北小妞 一下子爆火 虽然本心不变 可架不住粉丝的热情啊 有些明星外出 配几个保镖是为了装逼 孙燕出门 若是不伪装一下 再没有几个保镖拦着 没几分钟 就会被粉丝给围上 既耽误了行程 又造成了交通阻塞和混乱 孙平安没让孙燕去找表哥 咱又不差钱 几张门票而已 不至于搭人情 添麻烦 进了动物园 一个巨大的狮虎雕像 就出现在了眼前 孙平安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上次抢救羊水拴色产妇前 他把两次抽奖机会 全都给用掉了 抽出来一张升级卡 系统 还有一个是啥玩意儿来着 虎威 虎王之威 震慑百兽 范围性威视技能 开启时可震慑方圆50米内 除人类之外的所有动物 孙平安不卑不喜 这技能 你说有用吗 估摸着 接到恶犬伤人的报警 出警的时候 还真挺有用 你说没用吧 这都啥年代了 大街上除了市民六字架狗 也就只能见到流浪猫狗了 甭说动物了 就连只老鼠都难得一见 用出来震慑谁去 不过 现在不正好有试验品吗 虎威 开启 孙平安看着放养区的斑马 脚马 羚羊 鹿 这些草食性动物 小是牛刀 好家伙 只要是在虎威威视笼罩范围内的动物 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就跟炸了锅一样 一群动物眉头眉脑的四下乱窜 撞一块犯迷糊的 吓尿吓拉了的 腿软跪地上 脑瓜扎裤当里的 那叫一个乱啊 孙平安赶紧关闭了虎威 虽然震慑感消失 可刚才被吓到的动物 腿软得跟面条似的 走起路来都只打晃 估计每个一时半刻都缓不过来 继续往前走 就是虎猿 厚厚的落地玻璃中 几头老虎正躲在阴凉处打着盹 孙平安玩心大起 虎威 开启 好家伙 几头老虎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毛都炸了 快速锁定了目标 奔着孙平安就冲了过来 锋利的爪子 冲着孙平安 咔咔就是一顿挠 要不是有玻璃挡着 孙平安怕事早就被挠成肉条了 在动物园里转悠一圈后 孙平安明白了 虎威到底有多大用处 对那些普通的动物 确实有用 可但凡能跟老虎掐架的动物 比如说 老虎 狮子 狗熊 大象 河马 鳄鱼 虎威不但吓唬不到对方 还会彻底激怒对方 孙平安这一圈转悠下来 动物园的动物全都疯了不说 就连动物园的饲养员 管理员也差点没疯咯 也就是他们不知道 这事是孙平安干的 要不然 肯定得来一句八戒 收了神通吧 第309章 虎猿惊魂 曙光团继续往前走 不要掉队啊 一个举着小红旗的导游 大声地提醒着旅游团的游客们 杨云和孙燕牵着手 跟在旅游团的后面蹭团 孙平安晃晃悠悠地跟着 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 前面是野生猛虎猿 和大家刚才看过的虎猿 完全不同 在野生猛虎猿里饲养的 全都是从野外捕捉来的野生老虎 野性十足 大家可以购买一些生食 活食 亲眼看到野生老虎 是如何捕捉猎物的 导游带着旅行团 很快来到了野生猛虎猿 一米高的围栏里 是一个深度达到了六米 面积很大的坑 没什么遮挡物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里面关着十几头老虎 老话说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 老虎是独居动物 很少有巨堆的情况出现 当然 从生物角度来看 老虎之所以独居 是因为食物匮乏 下面这十几头老虎 就没出现争斗的情况 因为 快抓 堵它 卧槽 太狠了 一口就没了 这边 这边 这老虎是不是瞎啊 这么近都没看到 围栏旁 里三层外三层挤着游客 大呼小叫着 不时有游客将买来的活鸡 活吐 或者是白条鸡扔下去 引得虎群疯狂追击 抢食 旁边两个摊子 是专门卖活鸡 活吐 白条鸡的 活鸡三十 活吐二十五 白条鸡二十 当然 你要是有钱的话 也可以买活羊 甚至活驴 兔兔这么可爱 怎么能把兔兔扔下去呢 这话可不是出自小女孩之口 而是一个二十多岁 穿着碎花裙的年轻女子 那掐着嗓子的声调 做作的神态 倒是让不少年轻男子 偷偷看过去 孙平安撇了撇嘴 他也喜欢兔兔 只不过喜欢的方式不太相同 他喜欢的兔兔 爆炒 烧烤 熏匠 顿煮都行 他不挑嘴 嗯 不只是兔兔 什么羊羊 猪猪 鸭鸭 鸡 这个不能用碟字 会被和谐的 反正 孙平安跟下面那些老虎一样 都是那么的喜欢小动物 一顿都不能少 人群最前面 有个小胖子 也不知道他咋想的 个头也就比栏杆高上一个头 竟然调皮地爬上了栏杆 探身往下看着 让一下 让一下 一个年轻男子 手里抓着一只大公鸡 大声地叫嚷着 游客真正掏钱买活物 扔下去喂老虎的 毕竟是少数 别人买 他们看 也是一样的嘛 所以 当看到有人买了活物准备投喂 立刻让出了一条路来 这边空间大了 自然就有地方空间小了 那个趴在栏杆上 正往下看的小胖子 忽然感觉一股大力 从身后撞来 双手根本就没有抓住栏杆 整个人被挤得翻了下去 六米 两层楼的高度 摔下去不死也残废 值得庆幸的是 下面铺着厚厚的接杆 也不知道是给老虎睡觉用的 还是为了给扔下去的 活鸡活吐一个缓冲 免得摔死了 游客们看不到猛虎 追捕猎物用的 小胖子摔在了厚厚的接杆上 然后滚到了地上 捂着右腿 嗷嗷哭好起来 右腿小腿中间部位 一根断骨刺穿了肌肉 皮肤 这条腿明显扭曲 鲜血从断骨刺穿的地方 狂涌而出 儿子 我儿子 有人掉下去了 快救人啊 游客们慌乱的大声叫嚷起来 附近的动物园工作人员 见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骂了 这要是出了人命 那可就是天大的事情了 连忙拿起对讲机 向上头汇报情况 让保安科的人 带着麻醉枪赶来救人 可这野生猛虎猿 位于动物园的最内端 保安科则在动物园的中间位置 要赶过来 哪怕是开车 每隔五分钟十分钟 也很难抵达啊 毕竟一路上那么多的游客呢 总不能一路撞过来 撵过来吧 等他们赶到 怕是坠入野生猛虎猿的游客 已经被十几头老虎 当自助餐给分了 快 往里面扔活物 吸引老虎的注意力 拖延时间 一个脑瓜灵活的游客 大声地叫道 众游客纷纷冲向两个摊子 抓起活鸡 活吐 白条鸡 冲到栏杆边上 就往远处扔 摆摊的动物园工作人员 也顾不上什么钱不钱了 从笼子里 抓着活鸡活吐 主动得给跑过来的游客 活鸡活吐 就跟下雨一样 从天上落下 要是放在往日 对这些老虎而言 就算是过年 也没吃过这么丰盛啊 可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吃腻了鸡兔 冷不丁闻到了人血的气味 想要尝尝鲜 十几头老虎 竟然堆落在嘴边的活鸡活吐 视而不见 从各个方向 谨慎地向着小胖子 慢慢逼近 十米 五米 距离小胖子最近的老虎 只有不到三米 一只活鸡 砸在了老虎面前 这头老虎 只是用蒲扇大的胡招 把鸡拍飞出去 双眼死死地 盯着前方的人类 我的儿子啊 小胖子的母亲一声哭嚎 双眼一翻 竟然被即将出现的惨状 吓晕了过去 求求你们 救救我儿子 他才八岁啊 小胖子的父亲 抱着妻子 哭着苦苦哀求道 众游客面面相去 救 他们也想救啊 可问题是 咋救 那下面可是十几头野生成年猛虎 他们手里连根绳子都没有 难道跳下去主动喂老虎 把老虎给撑死吗 你真当是听那个连绕口令都说不好的著名老相声艺术家 跟你说 那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相声呢 十几头猛虎 从各个方向逼近 小胖子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捂着断腿 面色煞白 哆嗦得跟筛糠似的 连惨叫都不敢发出来了 十几头猛虎 已经完成了合围 不断缩小着包围圈 近了 更近了 吼 一头猛虎大吼一声 十几头猛虎似乎得到了开餐的命令 准备扑向小胖子 来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先到先得 抢到嘴里 就是自己的 就在这时 一声响亮的哨声 在另一端的栏杆旁响起 十几头猛虎 准备扑击的动作为之一顿 猛地转身 看向哨声传来的方向 紧接着 就丢下了小胖子 齐齐向着那个地方狂冲而去 众人齐齐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胖子 站在半圆形围栏的镜头 手里拿着个哨子 正在用力吹着 吹口哨 孙平安最多就做出个鱼来 但是 吹哨子 那不是油嘴 会喘气就行 当然 真正吸引十几头猛虎注意力的 不是哨子 而是 虎威 第310章 演技派老虎 十几头野生猛虎 疯了一般 想要跳上去 撕咬那个敢于挑衅他们的人类胖子 可六米的高度 甭说硬跳了 哪怕用上背月饰 给他们一根杆子 他们都跳不上来啊 小胖子的危机 暂时解除 快救人啊 孙平安冲着发愣的游客们 大声吼道 然后把哨子塞嘴里 继续用力地吹了起来 众游客这才反应过来 可紧接着 就梦了 救人 咋救 没有工具啊 十几头猛虎被虎威吸引 也就是封了一分钟左右 就猛然醒悟过来 何必要在这个 他们咬不到的挑衅者身上 浪费时间 那边不是有个县城的吗 于是 有一头猛虎 转身向着小胖子冲去 其他猛虎 唯恐少咬上一口 顿时丢下孙平安 争先恐后地 向着小胖子冲去 这下完犊子了 这恐怕是在场 所有游客脑海中的 唯一想法 孙平安暗叹一声 身为一名警察 他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小胖子 被群虎分尸 既然如此 那就 拼了 众游客清楚地看到 那个吹哨子的胖子 竟然翻过了围栏 而后就跟下属的笨熊一样 抓着栏杆 整个人悬空 手一松 就主动跳下了野生猛虎猿 都已经冲到 小胖子身前的 十几头猛虎 骑起来了个急刹车 一头猛虎冲得太快 没刹住 愣是摔了个四仰八叉 滑出去好几米才停下来 而后 一帮老虎就跟疯了一样 丢下小胖子 向着大胖子冲去 孙平安站在地上 双腿颤抖着 有一半是真的怕 另一半是 跳下来的时候 震妈了 六米高度 整个人挂着 那也剩四米啊 若不是 他身怀各种技能 跳下来的时候 很自然地做出了缓冲动作 现在就不是腿被震抹了 而是直接摔断了 孙平安看到虎群 向着他冲过来 转身撒鸭子就跑 于是 场上就出现了一副 特滑稽的场面 一个胖子 在前面玩命地跑 一群老虎在后面 玩命地追 人能跑过老虎吗 当然 不可能了 甭说孙平安 这个220斤的胖子了 就算是博尔特过来 老虎都敢 让他先跑20米 所以 很快就有一头猛虎 追上了孙平安 一记虎扑 奔着孙平安就扑了上来 就在锋利的虎爪 即将碰触到孙平安的瞬间 孙平安的速度骤然提升 整个人搜一下窜出去 足有两米远 小龙哥的急步前冲 在这生死关头 救了孙平安一命 可孙平安的危机并未解除 十几头猛虎紧追不舍 只要有一头猛虎得手 孙平安就吻死了 至于反击 孙平安现在唯一能够伤害到猛虎的 就只有飞刀了 可这众目睽睽之下 用飞刀干掉老虎 可以是可以 问题是 这不是一头猛虎 而是十几头猛虎啊 他但凡停下来一秒钟 都有可能被两三头猛虎扑倒在地 他甩飞刀再快 难道还能比十几头猛虎的攻击更快 万事不觉问系统 系统 有没有能干老虎的技能 可使用升级卡升级虎威 升级啊 已经对虎威使用升级卡 升级后 虎威提升为龙威 龙威 次神级 一 龙之威 号令万寿 方圆五百米内 可震慑 号令除人类之外的一切动物 龙威 次神级 二 可在一百米内 以一人为目标 发动龙威后 对目标从灵魂深处产生震慑作用 孙平安立刻开启了龙威 下意识就想对这些猛虎 发出停止追击 站着别动的命令 可是转念一想 这不合理啊 众目睽睽之下 一帮老虎说追就追 说停就停 这么任性吗 这尼玛 回头他不得被拉研究所 被一帮白大褂切片研究啊 更何况 救援人员还不知道多久才到呢 一群老虎停下来歇会 还说得过去 要是停下来五分钟十分钟的 大眼瞪小眼吗 咋的 是要商量一下 你会怎么烹饪吗 孙平安暗叹一声 看来 胖也只能装逼了 孙平安大吼一声 转身冲向了虎群 而后 在上头那数百名游客的惊呼声中 和虎群大站起来 闪身 躲避 一记大逼斗扇在了一头猛虎的脑袋上 这头猛虎脑袋一歪 身体一轻 撞到了另外两头老虎 而后孙平安一记侧滚翻 于千军一发之际 躲避开一头猛虎的扑击 起身的同时 驱肘记在了另一头猛虎的下巴上 闪躲 攻击 还别说 这帮老虎还挺会配合的 就跟演练过无数遍一样 每次攻击看起来凶猛无匹 实则都留着力 按照孙平安的指令去做呢 孙平安每次都能掐到好处的躲闪开 然后反击 游客们都已经看傻了 这胖子 太猛了 一人独占十几头猛虎 不但没有落入下风 反倒是打了个旗鼓相当 甚至隐隐压制住了十几头猛虎 这妖牛逼 就算武松来了 看到这一幕 都要跪下来 先给这胖子磕几个吧 杨云看着猛虎猿中腾膜闪躲 攻击不休 威风凛凛的孙平安 从最开始的担忧 逐渐变成了激动 自豪 那是他杨云的老公啊 栏杆上年轻女性 看着那个胖子的模样 也开始发生了转变 就像孙燕他妈说的一样 男人 胖点 老点 丑点都没啥 永就够了 毕竟 美女爱英雄啊 孙平安很清楚 这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 毕竟 他也会累啊 于是 他立刻转变了命令 被打退的老虎 开始绕圈摆烂 装模作样 摆出一副不敢上前 却又不甘心离开的样子 嗯 对演技要求很高 要是某些只会瞪眼的小鲜肉过来 肯定无法胜任 不过这些老虎 都是演技派的 很完美地把孙平安想要的那种 欲挙还迎 欲前还退 半推半就的感觉 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成语用的肯定不对 意会 意会吧 等到第一批带着麻醉枪赶来的保卫赶到 看到的就是 一人独占十几头猛虎的惊险场面 这尼玛 出了三哥家的电影 大厦的电影 神剧 都不敢这么拍啊 两名保卫架枪 可又没法开枪 因为那胖子 和十几头猛虎混一块了 开枪万一没打到老虎 打到人了咋办 咋的 让那胖子躺平 百肥体胜啊 就在两名保卫不知所措的时候 孙平安已经发现了两人 把麻醉子弹扔下来 孙平安突出重围 大声叫道 一名保安如梦方醒 将一包麻醉子弹扔了下来 孙平安纵身一跃 在空中将一包麻醉子弹 截在了手中 嗯 这个空中有带伤雀 毕竟 一二百二十斤的胖子 能跳个一尺高就 相当不错了 难道你能指望一胖子飞啊 动物园配备的麻醉子弹 其实就是里面 是药物的小针筒 随便扎啥地方都能起效 于是野生虎猿中的画风突变 从一人独占十几头猛虎 变成了斗牛式 挑逗愤怒的公牛的经典场面了 猛虎扑鸡 胖子闪躲 擦身而过的瞬间 一只麻醉针 就扎老虎身上了 十几头猛虎 看似对形混乱 毫无规律可言 实则井井有条 严格遵守着展现演技 乱中有序的命令 保证一至二头猛虎攻击 其他猛虎装模作样 两分钟后 十几头猛虎睡了一地 酣睡的猛虎中间 一个胖乎乎的身影 傲然而立 等到孙平安走出野生猛虎园 整个人就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这一身汗水 一半是被吓出来的 一半是泪出来的 胖子 好样的 胖子 你是这个 有人冲着孙平安 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 一大片大拇指 就冲着孙平安竖了起来 不对 竖起的一片大拇指中 几根中指是什么鬼 哦 改过来了 那就没事了 要不然 胖爷能独占十几头猛虎 还收拾不了你们几个小憋三 欢呼声 也逐渐变成了英雄 孙平安拱手还礼 似乎想到了什么 跟身边的保卫低声说了两句 赶来的动物园工作人员 保卫 警察 全都散开 在人群中寻找拿手机拍摄的游客 劝说对方删除掉录像 孙平安可不想自己刚才的壮举 弄得天下皆知 毕竟 不科学啊 好在现在人们还没养成 见到啥事 就拿手机录像的习惯 在工作人员和保卫的劝说下 很配合地删除了录像 至于那些藏着掖着布衫的 回头孙平安跟国家安全部门打声招呼 估计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第311章 市局四大怪 小胖子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大胖子从动物园园长办公室出来后 被小型游览车送去了动物园外的停车场 老板 你手机关机了呀 孙艳抓着手机 对走上保姆车的孙平安问道 关机 孙平安愣了一下 逃出手机看了一眼 这才想起来 凌晨叫高举起床吁吁 为了不被骂 回手就把手机给关机了 结果起来晚了 又是去领证 又是吃杀猪菜 又是逛动物园 忘记开机了 手机刚刚开机 一堆信息提示音滴滴滴了足足三分钟才消停 其中最多的是彭泽的信息和电话 喂 彭哥 胖子 你可算开机了 我都等你一整天了 你赶紧的来公正处 趁着人家还没下班 把合同给签了 保姆车先把燕子送回家 然后把孙平安和杨云送到了市里的公正处 哥 我错了哥 孙平安见到彭泽也不解释 直接就是道歉 赶紧签合同吧 你这不签合同 我心里都没底儿 孙平安善笑着 让杨云去签合同 你们这是 去领证了 彭泽看着孙平安和杨云都穿着崭新的白衬衫 似乎明白了什么 嗯 上午刚去领的证 等我办久的时候 彭哥你可一定要到啊 就算是下刀子 我也一定到 彭泽很严肃地保证到 因为今天去领证 所以杨云随身带着身份证 把合同一签 游戏公司30%的股份 就成了杨云的了 婉拒了彭泽请吃饭的邀请 孙平安和杨云一起去附近的饭店 吃了炖羊蝎子 吃饭的时候 两人对视的目光中 就开始拉丝了 一回到家 就遏制不住熊熊燃烧的火焰 死死纠缠在了一起 一夜鱼龙舞 困急 相拥而眠 第二天清晨 孙平安和杨云起来的大早 孙平安腰有点酸 腿有点软 反观杨云 容光焕发 精神奕奕 本来就是个大美女 现在不用化妆 都美得艳煞旁人 怪不得老话说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更坏的甜 孙平安暗暗决定 一定要加强锻炼 多做好事 把持有体数等级提升起来 要不然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不过眼前 若不是今天要上班 孙平安非再征战三百回合不可 胖胖 你调到市局哪个客室啊 杨云一边化着妆 一边好奇地问道 资料档案是 孙平安把买回来的早餐摆上桌 资料档案是 富一楼那个 杨云似乎想到了什么 孙平安看着杨云欲言又止 憋笑的样子 就感觉事情不对头 好像 自己又被高举给坑了 恭喜老公 又成功被人坑了一次 杨云实在是憋不住了 话刚说完 就捂着肚子 笑得花枝烂颤 前仰后合 孙平安 可郁闷死我了 咋就又被坑了呀 你说啊 你倒是说啊 这个世界上 有两件事情 是最他妈讨厌的 第一件事说话说一半 杨云笑了好一会 眼泪都笑出来了 这才一边补妆 一边笑的 胖胖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你记住市局里流传的一句 顺口溜就行 哑巴心眼坏 缺腿的蹦得快 少胳膊的打人疼 瞎眼的看得比谁都明白 孙平安再问 哪怕杨云面色潮红 呼吸急促 却打死也不说 孙平安走进市局大门 经过身份验证 走安全通道下了地下一楼 之所以搞这么严 是因为一楼不仅仅有资料档案室 还有证物室 除了后面那个碉堡一样的枪械库之外 市局的二号枪房也在附一层 主要是用来修理故障枪械 掉枪的地方 附一楼资料档案室 孙平安敲门 听到里面传来请进的应答 这才推开门走了进去 啊呀 啊 啊呀呀 一个身材矮小干瘦 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快步迎了上来 特主动 特热情地握住了孙平安的胖手 另一只手跟孙平安一顿比划 孙平安 世界语言褒裂 也没包括手语啊 关键是 这笔划咋看 也不像是手语啊 哑巴说 你就是我们新市长孙平安吧 欢迎你的到来 一个缺了左臂的中年人 笑着翻一道 来 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 叫外号叫习惯了 本名都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 你也叫我们外号就行了 哑巴 瞎子 瘸子 我是毒臂战神 滚犊子 瞎子和瘸子齐齐骂倒 哑巴连啊都懒的呀 直接冲着毒臂战神 竖起了双手中指 你叫他一条就行了 瘸腿的中年男人道 孙平安苦笑着 这四位都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和他父亲年纪相仿 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 同辈无所谓 见到长辈 甭说直呼其名了 后面不带尊称 那就是不敬 至于称呼长辈外号 就算是最疼他的爷爷 老爷 都得抽他 可他甭说这四位叫啥名字了 就连姓啥都不知道 咋称呼 熊大熊 二光头强 不被打死 算他皮厚 那就只能 入乡随俗了 哑巴说 瞎子书 瘸子书 战神书 我是孙平安 您几位叫我胖子就行 有啥伙尽管吩咐 我别的不行 手脚麻烈 跑腿再行 孙平安的话 让这四位顿感不同 虽然仅仅是在绰号后面加了个书 但这尊敬的感觉 脑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胖子可是资料档案是市长 虽然连个古籍都不算 但人家 就是他们名义上的领导 但是这胖子却摆足了低姿态 把脏活累活全都揽过去了 光是冲着这一点 四人对孙平安的观感 就蹭蹭往上涨 胖子 我们这平时也没啥活 看看报 喝喝茶 聊聊天 混吃等死 眼一臂一争 一天就过去了 战神书笑着介绍道 嗯 眼一臂不争 一辈子就过去了 瘸子书补充道 好家伙 这还有捧疼的呢 我们这是复当暗示 专门存放已经结案的卷宗的地方 你要是不想闲着 就看看卷宗 学习学习办案的思路 方法 开拓眼界 积累经验 好的 战神书 哈 哑巴说一顿笔话 孙平安 系统 能不能给我个手语精通 系统 我特么 给你去哪抢去 警察技能 没有手语精通 抓犯罪分子 证据充足 情况确凿 你呀不需要开口说话 只要证据练完整 无懈可击 所有证据都指向你 那你开不开口无所谓 证据定罪 医生技能 用不上手语精通 看个病而已 西医的化验结果 中医的望闻问切 根本就不需要病人开口 就能准确地判断病情 所以 手语这个技能 在系统这里 积累一般 没有 你哑巴叔说 他给你找结案卷宗看 都是比较烧脑的 把困难的都看明白 再回头看简单的 就能有另外一种思路了 战神书解释道 谢谢哑巴叔 孙平安由衷感谢道 同时 孙平安也挺疑惑的 傻哑巴心眼坏 这不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吗 很快 哑巴叔从档案室的那间 抱着五个档案盒走了出来 摆在了给孙平安安排的办公桌上 啊呀 啊 你哑巴叔说 慢慢看 仔细看 全都搞明白了 弄清楚了来龙去脉了 再换新的 孙平安 就这么哑哑两下 就能翻译出这么一大堆 战神书 你也是个人才啊 那还有啥说的 看吧 这就是学习 第312章 另辟心境 孙平安静下心来 打开了第一个档案盒 抽出里面的结案卷宗 翻开一看 哇 上来就是一个密室杀人案 估计爱玄一类小说的人 看到这个卷宗 能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死 孙平安仔细看了起来 密室杀人案 起因是身处外地的母亲 与在韩城工作的女儿失联 有不好的预感 就来韩城探望女儿 结果进不去屋 打不通电话 去了单位 得知女儿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来上班了 然后母亲报警 警方介入调查 租住的高层商品房 找到了房东 用钥匙打不开门 从内部反锁了 请了开锁师傅也没能弄开 最后是请消防人员破窗进入 从屋内把门解锁开启的 卧室房门同样反锁 还好不是防盗门 这次 开锁师傅很容易就把门打开 卧室门一开 一群人全部熏吐 因为天气炎热 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加上门窗关闭 那个味儿 根本就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后经法医鉴定 死者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无明显他杀痕迹 从交往人群来进行调查了解 死者为人和善 但是性格比较内向 没有跟人结仇 死者没有男朋友 独居 很少参加单位同事聚会 没什么朋友 工作能力一般 但是做事踏实 加入公司一年 接手过几个大生意 如今已经是部门的二把手 同事也都认可他的成绩 对其没什么怨言 孙平安看着一张免关彩照 以及拍摄于死前一个多月 公司年会时拍摄的两张生活照 照片上是一位长发飘飘 五官精致 有一种江南水乡温婉感的年轻女孩 孙平安看着照片 微微皱眉 咋样 胖子 看出来啥了 瘸子书拄着拐 来到孙平安办公桌对面坐下 笑着问道 这起案子 我可以断定 绝对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 哑巴 瞎子 战神三位大叔 齐齐看向孙平安 他们想听听 孙平安是否有惊人之言 要知道 既然是结案卷宗 那肯定是已经找到了杀人的动机 杀人的手法 并且抓住了杀人凶手 不过孙平安刚看了一个开头 就已经这么笃定 那肯定是有他的理由 说说 瞎子书敲了敲桌面 开口道 孙平安指着生活照道 这两张生活照 虽然化了妆 但是并没有进行辟图美化 从生活照上能够看出 他怀孕了 嗯 四人齐齐愣住了 怀孕 你就这么一看 就能确定他怀孕了 孙平安点头道 从一个人的面色 五官上 就能够看出是否怀孕 女人怀孕 身体的各项激素会激增 内分泌情况加剧 所以 怀孕三个月内 脸上会出现斑 更加具体的原因 我就不解释了 这属于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说个医学小常识 如果你们注意看 怀孕六个月以上的孕妇就会发现 其实从一个孕妇的皮肤质量 就能判定出 她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如果皮肤更加白细有光泽 整个人容光焕发的 那怀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女孩 反之 如果肤质变差 暗淡无光泽 斑增多 那百分之九是怀的是男孩 这就是身体内激素分泌不同 对皮肤的影响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怀的是女婴 孕妇的雌性激素会激增 孕妇是女人 雌性激素增加 就会导致肤质变好 其实市面上一些口服的美容养颜 调理身体的保健品 里面就是添加了雌性激素 孙平安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着自己的推论 医学统计表明 性格外向的人 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反倒是性格内向的人 患上抑郁症的更少 所以 不太可能是因为抑郁症 导致寻短见 这可不是信口胡扯 性格内向的人 其实比性格外向的人 自我调节能力更强 因为他们 已经在生活中 习惯了把困扰自己的问题想明白 而性格外向的人 表面上看起来 跟谁都聊得来 每天嘻嘻哈哈 就像是没有烦恼一样 实际上 他们遇到了事情 更容易钻牛角尖 自己把自己困死 根据人物策写 死者性格内向 却自杀 没有男朋友 却怀孕 生活中没有朋友 和同事 几乎没有工作外交往 这里处处是矛盾 所以 凶手 极有可能是和死者关系 极为亲密的人 几个关键词 能力普通 成绩突出 婚内出轨 包养 得知怀孕 拒绝打胎 起杀心 伪造现场 所以 凶手的范围 应该是具备 很强的经济能力 掌握着死者工作成绩 已婚 本身实力强 但却是一个凤凰男 身份地位 靠的是妻子家 这样来分析的话 凶手 应该就是死者公司的领导 部门一把手 孙平安停顿了一下 不太可能 因为部门一把手 和死者属于竞争关系 他不可能给自己培养一个 顶替掉自己的对手出来 工作时间短 却接手了几个大单子 那就是公司经理了 孙平安抬头看向四位大叔 问道 我分析得对吗 除了瞎子书之外 其他三位大叔 惊恶地对视一眼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小胖子 仅仅是看到了死者的 基本情况 测血 就已经将凶手 给揪了出来 那密室是如何形成的呢 瘸子书目光 灼灼地盯着孙平安 问道 孙平安胖手一摊 不知道啊 我只要有一个 有杀人动机的怀疑对象 就足够了 我不需要猜测 分析出 凶手是如何制造的密室 我只要抓到这个人 再利用我的手段 自然能够敲开他的嘴 与其费那个心思 琢磨他是如何布置出密室的 我直接让他自己开口 说清楚 如何弄出来密室的 不就行了吗 破案 靠证据 至于证据是怎么来的 只要合法合理 就行了呀 四位大叔 无语了 确实 密室杀人案 密室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就是一个辅助而已 说白了 密室是凶手洗刷掉 自己嫌疑的工具 警方查案的侧重点 其实一直都是 凶手的杀人动机 而不是密室的布置 当然 如果能够推导出 密室的布置 对破案更有帮助 这是肯定的 只要大致确定 犯罪嫌疑人范围 搞清楚凶手的杀人动机 把人往警局审讯是一关 光是一个心理攻击 你能抗住 算你厉害 到了咱的地盘 咱就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吐露真言 行 这个卷宗你 不用继续看了 看下一个吧 瞎子书屈指敲了敲桌面 点头道 孙平安把卷宗盒上 放入档案盒中 将第二个档案盒打开 取出卷宗 翻开一看 孙某某强奸杀人案